修持回向 回向的原理就好像手持蜡锯 引燃其他的蜡烛 原来的蜡烛本身的光芒 不但未曾减弱 反而由于点亮其他的蜡烛 而史室内更加明亮 回向好比将一粒种子 再播种到田里 种子经过发芽 开花 而结成累累的果实 珠宝散于各处容易遗失 如果将它集中放在聚宝盆里 就能万无一失 回向的功德就是那个聚宝盆 它使我们的功德不但不会流失 并且本金加利息 功德反而会转大 实践回向法门 能使行者深刻了解因缘法 而将一切成就归于大众 不敢独小 回向 能使行者去除我值我贪 明白诸法法性本来平等 实无功德可得 所以修持回向 不但自身的功德不曾减少 并且能利益更多的人 甚至可广及法界一切众生 是我们实践自他两立 愿亲平等的大成菩萨道的最佳法门 这是我们来说明的 我们的顺利益更多的人 并且能利益更多的人 并且能利益更多的人